INTRO 各位同學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主題 是我們堆持生命 所一定要付出的代價 就是能量 我們做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使用能量 那維持生命 耗費的能量其實相當的大 這些能量從哪裡來呢 那在我們以下的講課 希望同學雖然我們是 一項一項的能量營養素來做介紹 但是請同學在這個過程裡面 注意不同的營養素之間 它們的互相的關聯 我們體內會儲存多少能量 然後用什麼樣的形式呢 以一個體重65公斤的人來計算的話 那我們體內的糖類 大概可以分成葡萄糖12公克 然後乾糖大概有450公克 所以12公克的葡萄糖很快就會利用完 它代表的就是48大卡 葡萄糖很重要 因為它是我們腦細胞 最喜歡利用的能量 每小時我們的腦細胞 會用掉5公克的葡萄糖 所以現在你的腦細胞 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如果按24小時來算的話 其實我們需要120公克的糖類 那除了血液裡面的葡萄糖之外 就靠肝臟裡頭的肝糖來供應了 那我們的肝臟 大概儲存有100公克的肝糖 所以它也很快在餐與餐之間就會湧盡 第二項最大宗的能量的儲存 其實是脂肪 脂肪以三酸甘油脂的方式儲存 我們體內大概可以儲存15公斤 一個65公斤重的人 那有15公斤的脂肪 那這就相當多少呢 相當大量的熱量 所以這是油脂在我們體內 作為能源很重要的一個功能 那我們也有蛋白質的 蛋白質大概有12公斤左右 它相當有5萬大卡 可是這些蛋白質 它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 才會拿來當作能量的來源 那主要它是我們內臟跟肌肉的成分 所以能量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通常供應能量的營養素 就是有三大能量營養素 我們稱它是糖類蛋白質跟油脂 那從這個圖上面你可以看到 這些食物裡頭的成分都是大分子 它必須要先分解成為小分子 那這是消化作用的功能 所以糖類要分解成為單糖 那蛋白質要分解成為氨基酸 油脂呢 它必須要分解成為脂肪酸相關的成分 然後這些成分才有小腸細胞 用主動運輸或者是用擴散的方法 吸收進來 然後再運到血液去分佈到全身 那接下來我們就一項一項的來介紹 每一類熱量營養素 它的代謝的方式 利用的方式 還有它的食物來源 那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攝取糖類呢 現在非常流行 大家不要吃澱粉質 那其實這是一個很有風險的觀念 因為糖類可以提供能量 那尤其是對很重要的組織跟細胞 我們的腦細胞 我們的紅血球都是依靠葡萄糖 來供應能量的 所以我們的正常血糖呢 要維持每100毫升有80到120毫克 那不能低於50毫克 理由是如果濃度比這個低的話 我們的腦細胞就得不到 它所需要的葡萄糖 那人就開始昏昏欲睡了 糖類供應能量呢 一公克可以有四大卡的熱量 這個同學們大家都很熟悉 那糖類作為能量的來源 其實它也幫助我們保護體內的蛋白質 避免我們去利用蛋白質 然後耗損體組織來供應 飲食攝取不足的能量 那另外糖類也幫助脂肪的代謝 如果沒有充足的糖類 我們的脂肪代謝氧化會不完全 這時候就會產生一些有毒性的物質 那量高的時候確實就會傷害 腦細胞還有身體的組織 那這類物質叫做銅酸 銅酸是油脂代謝不完整的產物 那只有充分的糖類 才能夠完全的燃燒脂肪 那糖類也是儲存的形式 儲存成為肝糖幫助我們維持血糖的濃度 這個非常的重要 那除了這些可以直接清楚的說明的功能之外呢 細胞裡面還有許多利用糖類的部分 包括我們要合成我們的基因物質DNA RNA 我們細胞裡面的肝臟的解毒功能等等 所以糖類在體內其實有非常多元的重要的功能 那糖類的代謝一旦吸收到體內進入到血液 主要是以葡萄糖的方式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葡萄糖 它可以用來在肝臟裡面合成肝糖 它也可以運送到全身各個細胞去產生能量 那如果再有充裕的話呢 它就會轉換成為脂肪而儲存 所以我們體內其實沒有糖類太多的儲存 那在糖類的代謝裡面呢 我們要特別說明血糖裡面 或我們身體直接利用的是葡萄糖 利用葡萄糖的時候只要血糖增高 就會刺激胰島素的分泌 一般來說葡萄糖沒有那麼容易轉化成為脂肪 但是另外一種飲食中很多的糖類就不一樣了 我們有聽過果糖 那果糖的甜度比葡萄糖要來的甜 使用量非常的大 在加工食品裡面用的很多 果糖跟葡萄糖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不刺激胰島素的分泌 但是它確實可以轉換成為葡萄糖 但是轉換成為葡萄糖的過程呢 如果反應不夠快的話 那麼大量跟長期的攝取果糖 其實是很容易產生體脂肪的 我們的血糖必須維持穩定 那由胰島素來負責調節 胰島素是一個降血糖的荷爾蒙 它有我們的胰臟分泌 所以從這個圖形裡面 你可以看到在各位的右手邊 當血糖升高的時候 就會刺激胰島素的分泌 胰島素它會作用在我們的脂肪組織細胞 肌肉細胞 讓這些細胞努力的吸取葡萄糖 這時候血糖就降低了 那如果血糖降低了之後 胰島素的分泌就會減少 那另外為了避免血糖過低 我們的胰臟也會分泌所謂的生糖激素 那這個生糖激素就會促進肝臟 把它的肝糖分解 然後供應血糖的需要 用這樣子的作用來調節我們的血糖 能夠在穩定供應的範圍裡面 所以我們列出幾個參考值給各位看 空腹的時候血糖值不要低於50 那飯後兩個小時 血糖值要低於140 睡前的血糖值會稍稍高一點 這是避免晚上我們都不吃東西的時候 那半夜不會血糖過低 糖尿病的人他的血糖值會超過200 台灣的糖尿病盛行率 基本上中年人以上已經超過10% 胰島素非常的重要 他是在進餐之後 或者是我們吃比較多的碳水化合物 然後血糖上升的時候 都會刺激胰島素的分泌 這張圖讓各位很清楚的看到 一天24小時裡頭 胰島素的分泌是怎麼樣子的 跟我們的餐飲有很密切的關係 進餐之後如果能夠讓血糖升高很多 胰島素的分泌就會上升非常的明顯 那麼如果血糖上升比較緩和 胰島素也就不會上升的那麼高 那這裡有一個非常精密的控制 如果我們的胰島素分泌有缺失的話 就很難再維持這麼良好的控制 另外維持血糖很重要的一個葡萄糖的來源 當我們兩餐之間 沒有任何飲食的供應的時候 全靠體內自己來處理 那這時候肝臟裡頭的肝糖就非常的重要了 所以肝糖也是跟著我們的進餐時間在改變的 各位早晨醒來的時候 還沒有吃早餐之前你的肝糖是最低的 因為這一個晚上12小時 差不多就把肝臟儲存的肝糖都用進了 那你進了早餐 如果早餐份量大 肝糖也會儲存比較多 如果份量小 那麼肝糖儲存也會比較少 所以在這裡你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肝糖的供應 那肝糖的量夠多 他才可以維持比較長的 就是不進餐的時間 也就是兩餐之間時間長的時候 我們需要在前一餐裡面 供應足夠的碳水化合物來儲存肝糖 在食物裡面能夠供應我們糖類的 我們稱它是可消化的糖類 那主要的就是來自主食類的澱粉 澱粉我們稱它是多糖類 因為它是由許多單糖構造而成的 它的構造單元就是葡萄糖 那這是食物裡面最多的碳水化合物了 那什麼樣子的食物來源會很多呢 我們從植物的部位你可以看到 很多的種子 我們所吃的米 麵 供應澱粉的主要的食材 都是種子類 那也有根莖類 今天我們的蔬果汁裡面 濃湯裡面 不管是馬鈴薯 它本身就是一個塊鏡 它就是一個金的這個植物部位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提供澱粉的這樣子的食物 包括我們的五穀類 全穀類 根莖類 還有豆類 那動物性的食品 其實在這個部分的貢獻就非常的少 澱粉是多糖 可是我們飲食裡頭 其實有很多簡單的糖類 那就是各種會提供甜度 或者是很容易溶解在水裡頭的這些糖類 那這些糖類一般來說 它的天然含量很低 不管是葡萄糖 果糖 或者是蔗糖 天然的含量都很低 可是我們可以透過加工的技術 來大量的濃縮跟生產 所以這就影響了我們的攝取量 第二 那一般來說 如果要從食物裡面去獲取這些簡單糖類 最明顯的就是水果類了 有甜度的水果基本上就有這些單糖 那其次就是加工食品 有一個比較獨特的簡單糖類 乳糖它只從乳汁而來 那麼只有乳製品才可以供應 好 了解了這些不同的食物 提供給我們到底是比較複雜 需要消化的多糖 或者是很快就可以消化跟吸收的 簡單糖類 那我們來看一下食物裡面的糖類的含量 這張圖把各類的食物 從高到低給各位做一個排序 那你注意到在我們的飲食裡頭 確實是有純糖 接近百分之百 除了一點點的水分之外 基本上是純的糖 那這就是我們常吃的砂糖 然後有含糖很高的這些食材 或者是食品 比方說蜂蜜 除了水分以外 85% 80以上都是糖分 而且都是簡單的糖類 它主要的成分是果糖跟葡萄糖 那如果拿我們日常飲食裡面 常用的主食來看的話 你可以注意到西方人用的吐司麵包 大概碳水化合物占重量的50% 我們東方人吃的米飯 大概占30%左右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主食來做一個分界 那麼比主食含量高的 通常就是水分比較少 各種的糕餅類 點心 餅乾 還有我們的早餐穀類 可是像早餐穀類 你就需要添加飲料或者是牛奶 你才能夠就是 才是我們進食的方式 好 那麼比我們的主食類 少的部分是什麼呢 基本上就是這些生鮮的食材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馬鈴薯 或者是水果類 基本上它的碳水化合物 就差不多占10%左右 那麼動物性的食品在這裡 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各位同學可以看一下 這些食物的糖類含量 那你平常吃的都在哪一個含量範圍 那最後跟同學提醒幾件 糖類攝取的原則 所以每天一定要攝取糖類 那至少要多少 要50到100公克 這就是供應我們腦細胞 所需要的碳水化合物 那如果我們不是以最低標準來看 我們的碳水化合物糖類 應該佔我們一天總熱量的 最好有50% 低於50%的話 其實就非常的不理想 那理想的是能夠高到60% 那我們三餐在選擇主食的時候 要盡量選擇含有多糖類的食物 那這些多糖類就包括可以消化的澱粉 還有不能消化的膳食纖維 簡單糖類的攝取一定要節制 因為它很容易讓血糖升高 或者是產生體脂肪 所以在國際上 很多國家對外加的糖分 有一些量的限制 那為什麼要特別強調外加糖呢 是因為許多的簡單糖類 是從天然食物而來 不過天然食物我們的攝取量畢竟有限 一天我們會吃幾個蘋果呢 那麼從蘋果裡面 能夠獲取的簡單糖類其實不多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喝含糖飲料的話 可能一次就吃進去好幾個蘋果的糖分 所以在美國他們心臟病協會就建議 每天女性外加的糖不可以超過100大卡 所以相當於25公克 那男性的話不要超過150大卡 所以頂多就是37.5公克 那這是外加的糖 也就是不管是你自己加在飲料裡頭的 或者是加工食品裡面 本來沒有而加進去的 這些都要一體的計算 那這是糖類攝取的基本的原則 所以我們把糖類暫時就介紹到這裡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另外一類 蛋白質的利用跟食物的來源 蛋白質非常的重要 因為它有非常重要的生理功能 如果我們從身體來看的話 身體的組成除了水分之外 其實蛋白質占的比例是最高的 它構成我們的肌肉 現在我們的動作 我們所有能夠做著 能夠寫字 都是因為我們的肌肉在執行它的功能 那這是從個體來看 如果我們看每個細胞的話 其實細胞裡面都有很多的 維繫的這個肌肉纖維 那麼它可以讓細胞內部 產生一些流動性 我們介紹過的小腸細胞 那麼小腸絨毛 它其實也有肌肉的纖維絲 所以小腸絨毛是可以擺動的 那這樣可以增加跟食物混合的機會 所以肌肉的構造 不管它是整肅的肌肉 或者是微細的構造 對我們的細胞的功能 跟身體的功能都非常重要 蛋白質它的構造單元 氨基酸可以轉換成為葡萄糖 當我們真的是食物也沒有葡萄糖 然後肝糖也用盡的時候 我們的腦細胞的能源 就全靠體蛋白質的分解來供應了 所以在兩餐之間 非常有可能就會耗損我們的體蛋白質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蛋白質也可以供應能量 它跟葡萄糖是一樣的 每功克有四大卡的能量 那另外蛋白質的功能非常的多 我舉幾個例子你就可以看到 蛋白質有很重要的調節作用 我們身體有很多的荷爾蒙 剛才介紹的胰島素 就是一個蛋白質類的荷爾蒙 然後蛋白質在我們血液裡面 它調節酸鹼 它調節滲透壓 血液裡面的蛋白質少的時候 很容易造成水腫 所以很多病人會因為蛋白質的營養不良 而有水腫的現象 那是非常不舒服而不健康的狀況 那另外我們執行消化功能所需要的酵素 身體裡面每個細胞內的工作的成分 都是酵素 都是蛋白質 然後幫我們抵抗疾病的這個免疫 求蛋白也是蛋白質 所以蛋白質的重要性實在是不能忽視 很可能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們的飲食裡頭 其實會很重視蛋白質的攝取量夠不夠 好 那體內蛋白質是怎麼樣利用的呢 我們的利用就影響了我們的攝取 所以首先要了解 我們需要蛋白質是因為我們需要它的構造單元 就是氨基酸 那這些氨基酸一旦進入到我們的細胞裡頭 它其實可以有四個去處 最重要的作用是拿來作為合成的原料 我們需要有氨基酸來合成我們身體所需要的蛋白質 才能修復組織 才能成長建構體組織 所以這是最重要 首要的功能 那其次就是來供應葡萄糖 避免我們的腦細胞得不到充足的糖分 過量的時候 它會以脂肪的方式儲存 所以它會進行轉換 那最不得已的情況之下 就是拿它來作能量的來源 體內沒有蛋白質的儲存 所以一旦用來作為能量來源的時候 就是耗損體組織 它消耗的可能是你肝臟比較不重要的蛋白質 是你肌肉的蛋白質 什麼叫不重要 真的有不重要的蛋白質嗎 不是 而是說跟生死比較沒有影響那麼大的蛋白質 所以總之都是細胞裡面 或者是體組織的蛋白質會被耗損 蛋白質比較特別 因為它是一個含氮的這樣子的成分 所以當它不是完整的用來做合成的時候 不管是代謝成糖類或者是脂肪 它都會產生廢棄物 它的氮原子會代謝成為尿素 一定要從尿液裡面排泄出來 所以我們測量尿蛋的濃度、含量 我們大致上可以反映我們身體裡頭 蛋白質的耗損是什麼狀況 或者是我們攝取的蛋白質是什麼狀況 好 體內蛋白質的合成非常的重要 我們從食物裡面得到氨基酸 進入了細胞以後 為的是要製造我們自己的組織 那各種不同的生物 它的蛋白質的成分不太一樣 就算是有相同功能的成分 我們的蛋白質它的構造也不盡相同 那這是怎麼產生的呢 體內怎麼合成蛋白質呢 它是由我們的細胞核裡面的基因來控制 所以大家都知道 基因DNA上面有密碼 那這些密碼就是指引什麼樣子的氨基酸 要放在什麼樣子的位置 從細胞核裡面的DNA的密碼 它第一步先要轉換成為 所謂的傳訊RNA messenger RNA 我們檢寫成為mRNA的另外一套密碼 可是是互相對應的密碼 然後這些messenger RNA在細胞質裡頭 在叫做核糖體的胞器上面 你可以把它看作它是一個抑碼基 然後就把mRNA上面的這些密碼 轉換成為氨基酸對應的密碼 對應的氨基酸 那這時候氨基酸怎麼來呢 它的抑碼的作用 還要靠另外一個RNA叫做tRNA 那基本上它就是把 攜帶著不同的氨基酸 只要tRNA的密碼 對上messenger RNA的密碼 那這時候這個氨基酸的位置就可以 很清楚的把它界定出來 所以在這個圖形上面 你可以看到我們用小株株來代表氨基酸 然後按照密碼的順序 一個一個的小株株就串連起來 然後最後成為一條完整的蛋白質列 那所以從這裡你可以看到 一個蛋白質分子上面 其實有很多種的氨基酸 每個蛋白質它所需要的氨基酸不一樣 氨基酸的排列的順序也不一樣 但是先不談它的順序 就它的組成來講 如果它缺少某一種它需要的原料氨基酸 這個蛋白質就不會組成 所以我們在體內合成蛋白質的時候 利用氨基酸的時候 是一個全或無的定律 那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原料不齊全的話 其實一來我們合不成蛋白質 另外一方面我們的氨基酸會浪費 那所以這些身體蛋白質一定要有的 特別一定要有 一定要從食物裡面獲取的氨基酸呢 我們就稱它為必須氨基酸 要合成蛋白質的時候 必須氨基酸的種類一定要齊全 含量一定要充足 然後再搭配非必須氨基酸 一起來做蛋白質的組合 機器要運作一定要有充分的能量 沒有充分的能量 蛋白質的合成也會停擺 那另外我們的體內的蛋白質 它是一個動態的平衡 也就是蛋白質等於是我們的氨基酸庫 所以今天比較不重要 或已經用不上的蛋白質 它會分解 產生的氨基酸原料就會用來合成 更重要或眼前需要的蛋白質 所以它是不斷地在做新陳代謝的 這樣子的動態的平衡 那蛋白質可以儲存嗎 我們要說過量的蛋白質 超過身體需要的 超過蛋白質合成需要的不會儲存 所以它會轉換成蛋白質以外的成分 所以基本上如果是不需要供應能量 它就轉換成為脂肪 那如果蛋白質有分解的話 那麼一定是表示我們供應的能量不充足了 好 所以簡單地說 蛋白質的儲存形式 其實是以脂肪的形式儲存 體內沒有大量的蛋白質的儲藏庫 那蛋白質有沒有分好壞呢 有 蛋白質要看它的品質 什麼樣子的因素決定蛋白質的品質呢 看必須胺基酸的種類 還有它的含量 那另外整個食物的蛋白質的品質呢 還要看這個食物的消化率 如果不能消化 蛋白質就沒有辦法被身體所利用 所以品質優良的蛋白質有什麼特點 第一個 它的必須胺基酸一定是含量充足 而且各種種類都齊全 一定要從食物裡頭優良的蛋白質 來獲取必須胺基酸 所以在我們的飲食指南裡面 所講的豆、魚、肉、蛋類 它的特點是優質的蛋白質 所以它們的必須胺基酸的量 是會比其他的食物要來得多的 然後消化率要高 食物的消化率要高 那所供應的胺基酸 不只是可以幫助我們修補組織 還可以讓年幼者維持成長 因為成長所需要的量會更多 那有什麼例子呢 比方說雞蛋 牛奶裡頭的 牛奶裡頭的落蛋白 就都是很典型的優質的蛋白質 所以我們在餵嬰兒的時候 給他副食品的時候 一開始就會從雞蛋開始 那先吃蛋黃再吃蛋白 好 那底下給各位 兩個例子來看 這個不同的蛋白質真的品質不一樣 那這是用動物來做實驗 小動物也一樣 成長的時候需要充足的胺基酸 來合成它的體組成 那這時候它的體重才會正常的增加 所以我們會把鯉乳的這個大白薯 那開始飼養給它不同的含蛋白質 不同種類或者是不同量的飼料 那其他的營養素通通都是充足的 所以這裡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比較兩種食物 它的對動物成長的影響 一種就是我們說的優良蛋白質 那另外一種就是魚翅蛋白 那各位可以看到藍色的這條線就是 如果飼料裡面有落蛋白 然後它大概占18%的重量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動物的成長 它四周下來可以從80公克 將近漲一倍 可是如果今天所吃的是魚翅蛋白一樣的量 那你可以看到黑色的這一條曲線呢 不對 魚翅蛋白是藍色的曲線 藍色的曲線就可以看到 不只動物不會成長 它體重還會下降 這是因為魚翅蛋白裡面 很多必須胺基酸都不足 那我們所知道的其中一個最欠缺的必須胺基酸 就是所謂的色胺酸 所以我們把色胺酸加進去這個飼料裡面 補充一個必須胺基酸 所以你會看到什麼呢 你會看到這個虛線的部分 同樣是魚翅蛋白補了必須胺基酸 它就可以維持生長 但是並不能夠跟正常優質蛋白質的供應 一樣的充足 那在這裡黑色的虛線跟實線 分別代表必須胺基酸的供應量不一樣 一個我們是給它一半的量 那另外一個就是給它比較高的量 你會看到補充再多的必須胺基酸 它的效果也是有限的 所以表示什麼 表示魚翅蛋白它本身的品質 還有欠缺的其他必須胺基酸 其實還有很多 那這是說明了不同的食物蛋白質不一樣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一下 那如果除了這個蛋白質的品質不同 我的優質蛋白質供應量是不是也會受影響 那這個圖就告訴我們會 所以首先還是一樣 如果我們是一個優質完全的蛋白質 那麼給它動物飼料裡面給它18% 你可以看到這是成長最正常 也是最高的這個曲線 那如果我們今天給的這個蛋白質的量 是4% 我們可以看到藍色虛線的這個部分 完全蛋白質可是量減少了 一樣影響生長 那另外一種蛋白質叫做明膠 所以它是一個不完全的蛋白質 品質比較差 你給它18%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黑色的虛線 其實非常明顯長得不好 這一組動物 如果我們開始給它補充完全蛋白質 也是18% 所以黑色的實現是轉換飼料 成為完全蛋白質 你看它的成長馬上就跟正常的一樣了 可是如果任何時候 你再把它換成一個品質不好的蛋白質 供應量是一樣多 你可以看到虛線又開始進入下降的趨勢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兩個很重要的觀念 除了蛋白質的品質很重要之外 優質蛋白質也要攝取足夠的量 才能夠維持健康 那為什麼這些蛋白質的品質會不一樣呢 重點就在於它的必須氨基酸的含量 所以蛋白質裡頭 一種蛋白質裡面 它的含量最少的必須氨基酸 我們就稱它是限制氨基酸 所以如果一個食物它的蛋白質 沒有任何限制氨基酸 它就是最好的蛋白質了 像雞蛋 像弱蛋白 它基本上就接近這樣子的完全的品質 那必須氨基酸最少的那一個 就是限制蛋白質利用的最主要的因素 所以我用一個水桶來做代表 那這個水桶是傳統的木桶 所以每一片木板都代表一種必須氨基酸 那長短不齊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那個最低的 這個水桶能裝水的量 基本上不會超過那個最低的木板 那我們不同的食物類別 我們可以歸類一下 如果是五穀類 像我們吃的米麵 它的必須氨基酸最少的就是離氨酸 所以離氨酸是五穀類的限制氨基酸 那如果是像大豆呢 豆類食物的話 它跟五穀類不一樣 它的限制氨基酸是甲硫氨酸跟色氨酸 那不同的食物有不同的限制氨基酸 其實給人類很大的這個幫助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不同的食材裡面 它的限制氨基酸 你可以看到穀類 不管是哪一種的穀粒 基本上都是離氨酸最少 那如果是豆類的話 甲硫氨酸然後還有色氨酸 堅果類比較像骨類 你可以看到在這裡的話 沒有動物性的食品 一般來說動物性的食品 是比較沒有限制氨基酸的 可是有例外 剛才我們看到的魚翅蛋白質 還有類似的像燕窩的蛋白 或者是提筋的蛋白都是 綠血氨基酸非常少的 很難利用的這種蛋白質 好 所以不同的蛋白質 它有不同的限制氨基酸 我們就可以來搭配利用 所以在我們飲食 要提升蛋白質的品質的話 採取的是互補的原則 那最典型的互補的原則就是 把骨類跟豆類加在一起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 你的早餐 如果今天我們吃的是玉米麵包 那麼它的限制氨基酸都一樣 可是今天如果我吃的是肉鬆三明治 或者是稀飯配豆腐 好 那這時候它的蛋白質 就可以透過不一樣的限制氨基酸 不同的缺口互相補足 那所以兩種不同的植物性蛋白質 可以搭配成為完全蛋白質 那另外最好的搭配 當然就是荤素搭配 所以任何時候植物性的蛋白質 跟動物性的蛋白質搭在一起 不要去選擇那種非常珍貴稀有的蛋白質的話 那麼你都可以搭配出一個 很好的完全蛋白質 那這種飲食的原則 基本上就讓我們的蛋白質的來源 有很大的變化 那食物裡面蛋白質的含量如何呢 跟糖類很不一樣 我們看這個表可以看到 以重量的比例來看 即使是蛋白質含量最高的天然食物 大概就是30% 各種的肉類等等 加工去把它純化的這一類的 我們暫時不算在內 所以最高的含量生鮮食品 大概就是30% 所以你可以看到動物性的食品呢 大概從10%以上的蛋白質含量 那植物性的食品呢 一般來講它的蛋白質含量比較低 因為我們吃的植物的部位 是它的種子的部位 主要是儲存碳水化合物的部位 那我們可以看到像我們的早餐骨類 差不多就是7%到14% 所以從這裡你可以稍稍的看到 自己常吃的食物 到底它的蛋白質的含量是多少 那你可以你也看到一個完整的食物 它的蛋白質含量跟它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 其實有這個消漲的現象 好 所以了解了這些蛋白質的特性 還有它的氨基酸的特性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歸納出蛋白質的攝取原則 第一個在量上面 我們怎麼去估計 那原則上以我們一天所需要 攝取的熱量來看的話呢 我們建議蛋白質所佔的熱量 大概就是12%到最高25% 那如果以絕對量來估計的話呢 我們大概以每公斤體重 一公克的蛋白質為原則就好了 盡量不要超過兩公克 不過如果是運動員的話 他需要特別長肌肉的人 那不在此限好 攝取蛋白質的時候 其實品質跟量是一樣的重要的 如果我們沒有特別的需求的話 那只是要讓這個組織修補 或者是肌肉成長有效率的話呢 那麼品質非常的重要 完全的品質 優良的品質 就不必吃非常的大量 因為你永遠要記得 超過身體需要量的蛋白質 會轉成脂肪 基本上沒有補充到體內的蛋白質 所以你一定要重視品質 然後懂得去做節長補短的組合 只要質品質是好的 就不必大量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飲食指南裡頭 對動物性的蛋白質 建議的食物群是提供優質蛋白質的 所以他的量不需要吃非常的多 以我們今天的攝取量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通常都是攝取過量的 好 我們也看到蛋白質的互補原則 所以你知道素食不用動物性的食品 是可以滿足人體需求的 沒有過量的必要 因為過量一樣是在體內堆積脂肪 所以我們蛋白質的攝取原則就介紹到這裡 那最後我們要來介紹這個高熱量密度的營養素 那就是油脂 油脂很重要 雖然我們是一個鼓勵大家少油的飲食條件 但是不表示油脂不重要 那油脂有什麼重要性呢 如果我們看我們體內的功能 我們每一個細胞的細胞膜都是油脂構成的 不只是有這些油脂的成分 它還包括有膽固醇的成分 所以這些我們平常在食物裡面 不想多吃的成分 其實在構造我們的細胞非常的重要 可是膽固醇可以在體內合成 有些油脂的成分是必須要從食物獲取的 那什麼樣的成分要從食物獲取呢 油脂提供必須脂肪酸 那這些必須脂肪酸它可以調節生理功能 油脂最主要在體內的功能是 除了構成細胞的成分之外 是提供能量 它每一功克可以提供九大卡 所以對一個需要能量的人來講 他要負擔輕 那麼體內油脂高其實是最好的 攜帶的食物以油脂為主也是輕便的 那舉例來講 我們的母乳裡頭能量有50%都是從油脂來 所以一般人可以說新生兒 事實上是吃高脂食物長大的 為什麼 因為孩子的食量很小 他的胃很小 可是他成長很快 這時候能量要從哪裡來 就從油脂來 如果吃蛋白質或者是糖類 他基本上要有兩倍以上的食量才行 那這是孩子不可能有的 那另外成人或者是每一個人都是一樣 我們肌肉主要的能源 不管你是休息或者是輕鬆活動的時候 基本上有60%的能量 都是由脂肪來供應的 所以其實現在各位坐在座位上 做任何事情都是肌肉 還有心臟的肌肉都是在用脂肪酸的 體內儲存能量用脂肪的方式儲存沒有上限 我們剛才看到糖類有上限 蛋白質基本上也是有限的 脂肪可以儲存非常的多 所以他可以有很大的熱量的儲存 那脂肪對我們也有隔絕跟保護器官的作用 所以我們重要的器官周圍 還有我們的腹腔裡面 常常都有一層脂肪的蹭墊 那也幫助我們保溫 食物裡頭油脂非常的重要 他幫助我們運送油溶性的維生素 來供小腸吸收 所以飲食裡頭欠缺油脂的時候 事實上油溶性的維生素是無法吸收的 那食物裡面沒有油脂的話 事實上整個油溶性維生素的含量會降低 在食物裡面油脂也扮演很重要的功能 他提供飽足感 一份食物沒有油脂很容易覺得還吃不夠 那另外他也提供食物的風味和質感 大家只要想一想烤麵包的香味 其實都是奶油跟糖的香味 那另外它是我們高溫烹調的媒介 所以我們有很多油炸食品 基本上是可以透過100度以上的溫度 來做殺菌 好 油脂提供必需脂肪酸 所謂的必需脂肪酸 它的成分一定是常煉 然後不飽和的脂肪酸 這些脂肪酸用來合成多種的荷爾蒙 在體內就有很多的生理調節的功用 那屬於必需脂肪酸的成分有兩大類 一類我們稱它是N3或者是Omega3脂肪酸 那它的名字就包括亞麻油酸 花生4C酸 這些都是從油脂裡面可以吃到的 那這個符號後面所代表的C是指碳原子 它的碳鏈有18個碳 冒號後面的2表示它有兩個不飽和的雙腱 兩個雙腱 所以碳鏈越長雙腱才可能越多 那N3系列的脂肪酸有三個 你可以看到有18個碳的 也有20個碳的 或者是長到22個碳的 那這些必需脂肪酸缺乏的時候 比較明顯容易說明的症狀 就是會讓皮膚它的結構受傷 所以很容易就會脫水 那台灣老年人他們非常重視不要吃太多油 甚至低油不沾 其實很多老年人就會發生 必需脂肪酸缺乏的問題 當我們吃完一餐之後 油脂到哪裡去 我們每天飲食的油脂呢 少則20公克 大則125公克 看你的飲食選擇 那分配在三餐的情況 一旦吃到體內之後 從小腸吸收就會經由血液來做運送 血液裡面有許多種的脂蛋白 運送到肝臟 脂肪組織 肌肉去做代謝 那飲食裡面沒有脂肪供應 我們不進餐的兩餐之間 組織所需要用的脂肪酸從哪裡來呢 原則上就是由我們的脂肪組織來供應 所以我們體內會利用脂肪酸的組織是哪些呢 你可以看到肌肉占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當我們要消耗脂肪的時候 一定要有肌肉 要練肌肉 那你每天可以消耗掉 大概70到300公克的脂肪量 油脂這麼重要 脂肪這麼重要 我一定要跟各位說明一下它的組成 油脂的我們飲食裡頭 還有儲存的脂肪的那種形態呢 基本上我們稱它是一種簡單油脂 那它的組成叫做三酸甘油脂 這個名字非常的好 你只要記下來三酸 酸是指脂肪酸 甘油就是甘油 所以其實我們所吃的油脂 最大宗的就是甘油跟脂肪酸的化合物 你可以看到這個結構式上面 一個甘油的分子 它可以連接三個脂肪酸 所以油脂不同在於它的脂肪酸不同 因為大家都有甘油 所以我們要下來看一下 脂肪酸到底可以有什麼變化 那脂肪酸呢可以有幾種的變化 第一個 長短 它的碳鏈是長或短 所以我們講短鏈脂肪酸 大概就是六個碳的長度以內 中鏈的話大概就到十個碳 常鏈脂肪酸呢 十二個碳以上 你有沒有注意到 所有的天然的脂肪酸都是偶數碳 短鏈的脂肪酸鏈太短了 沒有不飽和的問題 那常鏈的時候呢 這個碳與碳之間的化學鏈 就可以是飽和鏈或者是不飽和鏈 所以我們來看脂肪酸可以按照 它有沒有雙鏈區分為 飽和脂肪酸或者是不飽和脂肪酸 那不飽和脂肪酸的話 原則上你可以看到有單元不飽和 表示只有一個雙鏈 有多元不飽和 就表示它有兩個以上的雙鏈 那兩個以上可以二 三 四 五 六 都是可以的 原則上碳鏈月長就可以容納 比較多的雙鏈素 所以它的不飽和度 你也可以找到比較多的不飽和脂肪酸 好 那我們會講N3或者是Om3Om6呢 這裡要向各位說明一下 這個數字從哪裡來 當我們講Om或N的時候 我們指的是這個脂肪酸的分子 你可以看到它兩端不對稱 我們指的是沒有氧的這一端 從那裡開始算第一個碳 那那裡算起哪一個碳有雙鏈 那個系列就是以那個碳的編號來命名 所以簡單地說 N9脂肪酸指的是第一個雙鏈 是從沒有氧的這一端 算起來第九個碳上面 那如果今天是N6脂肪酸 Om6脂肪酸就是算到編號第六的碳 它上面開始有雙鏈 以第一個雙鏈為原則 命名的原則 好 所以不飽和脂肪酸 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大類 有Om9Om6Om3 那屬於必須脂肪酸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N6N3的系列 好 另外不飽和脂肪酸 還可以按照它的形狀來分類 那有所謂的順勢跟反勢 天然的脂肪酸還有我們身體 所需要的脂肪酸都是順勢 順勢的結構是讓這個脂肪酸的分子 可以有曲折 它不是一個直線型的分子 可是一旦它是變成反勢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直線型的分子 直線型的分子有什麼特點 它雖然是有雙鏈 可是它看起來整個分子的形式 形狀都像飽和油脂 所以第一個針對反勢脂肪酸的一個顧慮 就是它好像飽和油脂 那飽和油脂有的缺點 它可能都有 那它還有一些其他代謝上的缺點 那底下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同樣的碳數 同樣的雙鏈數 是屬於順勢 順勢反勢按每一個雙鏈來看 所以哪一個雙鏈變成反勢 那個分子的結構就會 曲折的方向 形式就都會不一樣 那這樣子會影響 如果它放在細胞膜上面的話 基本上就會影響我們細胞膜的構造了 就不是完全符合健康的形態了 反勢脂肪酸有兩個來源 天然的來源主要都是從乳製品來的最多 那這是因為牛吃草 那麼在它的柳位裡面 有一些微生物的代謝 就比較容易產生一些反勢 順勢的脂肪酸 對不起 反勢脂肪酸 那這些反勢脂肪酸就會跟著乳品 肉品 然後人吃這些食品的時候 也一樣會到人體來 可是這樣的量畢竟有限 我們最大量的反勢脂肪酸的來源 是來自油脂加工 不飽和的油脂它有它健康的好處 可是不飽和的油脂比較不穩定 它很容易氧化 很容易酸敗 所以科學家就想辦法來調整 讓它飽和一點 不飽和一點 我們都可以掌控的 那要讓不飽和的油脂變成飽和油脂 只需要進行一個化學性的氫化反應 化學性的反應我們很難控制 一定有什麼樣的產物 一定有很多是我們想要的產物 但是也會有很多的 我們不想要的副產品 其中的脂肪酸的副產品 就包括反噬脂肪酸 所以這是我們在飲食裡頭 只要有用氫化技術來產生的油脂 基本上就是反噬脂肪酸的來源 好 所以了解了這些脂肪酸的分類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不飽和脂肪酸 因為跟必須脂肪酸有關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的食物來源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各位可以看到N9系列的脂肪酸 基本上動植物油都有 那如果是N6系列的話 基本上也是一般動植物都有 那不飽和的油脂 脂肪酸 基本上由植物性的油脂來比較多 那N3系列的脂肪酸 還可以再按它的長度區分一下 我們陸上的植物所提供的碳列 就是到18個碳 可是深海的魚油 魚類呢 它體內的不飽和脂肪酸 N3系列可以多到碳20 碳22 那這一類型的脂肪酸 其實對我們很重要 因為它有抗發炎 還有是腦細胞 細胞膜很重要的成分 所以從這樣子的大類食物來源呢 各位就可以了解 那麼有些食物你必須要納入你的飲食設計裡面 好 那接下來就讓各位看一下 我們的油脂 它所含的脂肪酸 到底是飽和不飽和單元或多元 有沒有必須脂肪酸受油脂原料的影響 也就是說天然的食材裡面 其實可以各有不同的脂肪酸的這個組合 那我們用飽和度來看 飽和油脂有哪些呢 飽和油脂就是它的飽和脂肪酸很多 可是你也注意看一下 其實當我們在講油脂的時候 它的脂肪酸都是混合的 所以說是飽和油脂 不表示都沒有不飽和的脂肪酸 那這邊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常用的動物性的油脂 我們稱它是飽和的 比方說奶油 豬油 雞油 基本上動物性的油脂 就是這樣 可是植物性的油脂裡面 也有非常飽和的 比方說棕櫚油 椰子油 可可油 所以可可油可以拿來做巧克力 那在看這些資料的時候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哪些油脂是你常用的 那麼外食的時候 你會不會關注廠商所用的油脂 那單元不飽和油脂呢 我們可以拿橄欖油來做一個範例 它是最典型的範例 你看橄欖油的特點是什麼 它的這裡單元不飽和脂肪酸的含量很多 我們用這個淺色的部位 來表示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所以因為橄欖油的生產非常的大宗 使用的人口非常的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是很重要的油脂的供應 但是它的缺點是什麼呢 它的多元不飽和脂肪酸不多 它其實不太有必須脂肪酸 那接下來你可以看到 我們所謂的芥花油 其實它不是從花來的油 它也是從芥菜籽所煉取的油 那這一類的油脂呢 它也有比較高的 也是可以有相當不少的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但是它們的特點是什麼 它的多元不飽和脂肪酸要多一些了 要比橄欖油多一些 我們可以看一下紅花紫油 底下掛號叫做高油酸 紅花紫油它天然的組成 其實是以多元不飽和脂肪酸為主的 可是油脂加工技術 可以讓它變成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多一些 所以現在我們面臨到的油脂的事件 事實上是讓我們社會大眾了解 油脂工業 油脂技術它的這個用途非常的多 可以做的事情非常的多 好 那台灣的所謂的苦茶油 基本上它就比較是近似橄欖油的 這種脂肪酸組成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多元不飽和脂油脂 多元不飽和油脂呢 基本上它對我們的心臟血管是比較有利的 那各位可以稍稍看一下 大部分的這個植物油 比方說葡萄籽油它是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我們可以對照一下 平常我們用的最多物美價廉的 就是沙拉油或者是大豆油 那你看大豆油的這個組成 它的飽和油脂少 然後單元不飽和的脂肪酸也比較少 那主要都是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然後你可以看到淺藍色的 指的是它含有必需脂肪酸的比例 所以其實我們使用大豆油 原則上來講以它的價位來說 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油脂 台灣人使用大豆油的歷史非常的久 所以在兩岸三地 包括新加坡 大陸 香港 台灣四個地區的華人當中 台灣人的心血管疾病的比例是最低的 那這跟我們用大豆油可能有很密切的關係 好 我們拿大豆油來做這個對照的話 你可以看到其實葡萄籽油的脂肪酸 跟大豆油差不多 那還有一些油脂呢 各位可以稍稍的看一下 像我們的芝麻油 那基本上也是有相當量的多元不飽和脂肪 然後也有單元不飽和脂肪 所以油脂確實是可以調和的 你看看那個調和麻油 它不是純的麻油 所以它告訴你是調和麻油 它就可以調和出比較多元不飽和的這種脂肪酸組成 所以我們可以真的想一想 我們是在吃脂肪酸的組成 還是真的是要對照名 就是品名食材來源來購買油脂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像花生油的話 它也是很類似麻油這些成分 好 這是脂肪酸 從脂肪酸的特性來看各種的油脂 那常用的食物呢 它的油脂含量怎麼樣 油脂跟碳水化合物比較像 各位可以稍稍看一下 我們有純油 沙拉油一定是純油 它不可以有水分 它裡面絕對不會有雜質 這樣才能夠保持它的品質 不會容易氧化酸敗 所以當你任何一匙的沙拉油 都是百分之百的油脂 然後再來就是各種用油脂做成的 沾醬 醬料 所以奶油 植物奶油 然後我們的Mayonnaise 沙拉醬 蛋黃醬 這些至少都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油脂 你就從花生醬開始看起 百分之五十 然後肉類 醃製的肉類 用五花肉做成的這種食物 那像香腸 培根 這個都是有百分之 你可以把它看成有百分之五十都是油脂 那我們所吃的其他的 比方說其他類別的食物 全穀類 我們說它油脂含量是很低的 全脂奶粉 全脂牛奶大概有百分之三的油脂 這是指鮮奶的情況 在這個油脂的含量裡面 原則上蔬菜類 水果類不會在這裡面 好 所以了解的是油脂的含量 那你就知道你要怎麼樣子的選擇食物了 然後對那些含油量高的存油 或者是醬料要怎麼樣子妥當的使用 所以油脂攝取的原則是什麼呢 第一個 我們的油脂裡面 一定要有多元不飽和油脂 它才能夠提供必需脂肪酸 那攝取量呢 原則上以熱量來看的話 不要超過總熱量的百分之三十 我們其實國人都一直在這個邊緣 甚至高到百分之三十五都有 那最理想要避免癌症 然後維持理想體重 是低於熱量的百分之二十五為宜 那N3脂肪酸的攝取總量呢 十九歲以上 就是不管它的碳鏈長短 基本上大概就是要1.5公克左右 女性其實也可以多吃一點沒有關係 其中常鏈的不飽和脂肪酸 就是DHA跟EPA呢 最好佔N3脂肪酸的百分之十 好 所以那個量就這樣子的層次的 這個計算出來 那對孕婦跟乳婦 為了胎兒還有嬰兒的腦部的發育 特別需要DHA 所以孕乳婦呢 他們所建議的攝取量 基本上會比沒有懷孕的婦女要來得多 你可以看到將近要增加兩倍到三倍 那膽固醇呢 每天以不要超過兩百毫克為宜 然後你要減少飽和油脂 因為飽和油脂對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會有增加的現象 那飽和油脂以熱量來算的話 大概就是低於7%的熱量 所以我們一份飲食裡頭的油脂呢 我們會用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對飽和脂肪酸的這個比例 那高一點超過1 才是理想的油脂組合 然後盡量減少粉飾脂肪 那在純油 沙拉油的攝取上面 你可以開始學習用堅果類來取代沙拉油 好 所以今天有關能量營養素的部分 那麼糖類 蛋白質 脂肪 我就介紹到這裡 最多的對比例 超過1,800 咸 似乎拉油的攝取 成長